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是衣料 你們的木蘭池 極極 負極極 木蘭當護織 它在織布 它把沙織成布 然後可以做衣服 那個沙織是由纖維把它結合起來的 所以所有的衣料都是由纖維編織而成 而所有的纖維都是聚合物 然後有分天然的跟人造的 天然的纖維有分動物性跟植物性 植物性的纖維有比如說棉 比如說麻 它的本質是纖維素 請記住 它的本質是纖維素 那還有動物性纖維 比如說羊毛 比如說蠶絲 請記住 它的本質是一個蛋白質 所以動物性纖維的本質是蛋白質 植物性纖維的本質是纖維素 這個是天然的纖維 那還有所謂的人造的纖維 人造纖維分兩種 一種叫做再生纖維 一種叫合成纖維 等一下會跟你說明什麼樣叫做再生 什麼樣叫做合成 所以請記住纖維都是聚合物 它有分做天然的 天然的有動物性纖維跟植物性纖維 本質是什麼 然後人造的纖維有合成纖維跟再生纖維 不過這個我們目前都是簡單帶過去 並沒有特別的交代 那麼植物性纖維的資品可以保暖 然後可以通風可以透氣保持涼爽 很多人買衣服都希望能夠買純棉的衣服 因為他就覺得棉會通風會透氣 而且有保暖的效果 所以植物性纖維有這個狀況 東西的纖維有這些優點 這些奇形 然後尤其是毛料的 保暖性很好 這個是有人考試會問的 就說有一個東西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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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它屬於哪一種纖維 就是你要了解它的特性 我個人是沒有要求說一定要背那麼仔細 就大概看一看 大概有個了解就夠了 大概可能就夠了 佳政課 佳安老師應該有提過 各種纖維的一些特質什麼之類的 你把它一起記好就可以了 OK 那麼再生纖維是原料是天然的 原料是天然的 然後拿來再經有人為的加工處理 把它切碎 喇喇 加東西 做出來的 這種叫做再生纖維 然後像我們這邊講的人造詩 雷鳴 有蠶絲的光澤 有很好的吸水性 但是不耐拉扯容易斷裂 容易斷裂它的狀況 叫再生纖維 原料是天然的 但是經有人為的重新加工處理 所做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叫合成纖維 就是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玩意兒 純粹是人在實驗室裡面 就把它加工合成做出來的 石油化學工業的產品 早期的人造纖維通常都不太稀罕 控性性也比較差 控性性也比較差 那麼 所以通常會做了所謂的混法 佳安老師應該有膠 衣服後面有個標籤 註明它的成分 你有看那個P-O-L-Y開頭的 就是巨叉叉叫做巨叉叉 它會告訴你說 我有百分之八十的綿 百分之二十的P-O-L-Y 叭叭叭叭叭 就是混法 混法 要混法 那麼 但是現在的時代呢 唉唷 比較進步了 東西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現在不見的人造纖維 合成纖維 就一定所謂的不吸汗 不透氣 這個朋友這個狀況 現在會有 既能夠排汗 也會透氣的人造纖維 所以就看一看 這邊寫到壓克力纖維 它是石油化學工業的產物 它原來世界上沒這玩意兒 被人工製造出來的 叫合成纖維 好 那便體的纖維 你真的去買衣服的時候 你通常都用手摸一摸啦 你通常都用手摸一摸啦 感覺一下 然後說這個布料好 還是布料不好 那便體的纖維 你真的去買衣服的時候 好 憑感覺 但是我們現在教你的是一個破壞性檢驗 現實生活中不能用 就拿來燒 燒掉 看它燒的情況 燒的情況會不一樣 好 植物性纖維 動物性纖維 跟合成纖維 然後燒 植物性纖維燒出來沒有什麼特別 跟原來差不多 剛剛講過植物性纖維就是纖維素 那你的紙就是纖維素造紙 紫漿 所以它就跟燒紙差不多 動物性纖維會Q摸 會捲曲 如果有人燒過別人的頭髮 就知道了 一燒就它會Q摸 會捲曲 那是考試會問的問題 捲曲 然後合成纖維會融化 然後末端會有一個小球 氣味 剛剛講過了 植物性就跟燒紙一樣 所以就記得 紫章就是紫漿 它就是植物性纖維 纖維素 所以就是燒紙跟燒紙一樣 沒有特別的味道 動物性纖維會有臭臭的味道 如果有人燒過頭髮就知道 它會臭臭的 因為它有蛋的成分 它有蛋的成分 它會臭臭的 不夠臭 可是纖維也沒有臭味 然後呢 這個藍色 剛剛講過這個蛋 氨的成分 所以會有藍色的純鹼性 藍色的純鹼性 其他都沒反應 然後用硝酸組 我們前面教過了 硝酸加蛋白質 會產生黃色的蛋白酸 所以這個動物性纖維就是 本質蛋白質 所以它會變黃色 其他都沒有變 其他都沒有變 然後加鹼 然後植物動物性纖維會會溶 所以呢 未來會給你帶到 我們的肥皂 不太適合用來洗動物性纖維的衣服 因為動物性纖維會碰到鹼 會溶掉 你的衣服洗 你的手帕 用它洗洗洗 手帕會破個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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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洞個洞個洞 它就會斷掉 所以因為它是蛋白質 它的蛋白質 動物性纖維 它碰到鹼 會有出問題 所以它會溶掉 知道一下就好 考試就常問那個臭味 常問那個卷曲 常問那個末端層 小球 那個黃色比較不會問 黃色比較不會問 就把燃燒的方法辨別記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的內容 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 如何用燃燒的方法去辨別我們的纖維 把它的結果記一下就可以了 OK嗎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那麼叫做天然橡膠 天然橡膠不好用 預熱會黏黏的 軟軟黏黏的 預冷就硬硬脆脆的 這樣聽起來它是熱術性還是熱固性 熱術性 不好用 那後來怎麼辦 有人想 有人就找一個方法 加牛 固特衣就是那個固特衣輪在那個老闆 固特衣還開開手 加牛之後可改變它的性質就會變得比較彈性大 而且預熱不太會作用 預熱不太會作用 預熱不太會作用 變成什麼性 熱固性 變成熱固性 OK 不太會作用 所以呢就加了牛 然後咧 有人發現我加碳之後會比較耐磨 所以為什麼可能它都黑色 因為加了誰 碳 加了碳 加了碳 所以考試問你說 我加了什麼東西 我加什麼東西使它有彈性 不容易變形 我加了什麼東西讓它的彈性變大而且耐磨 就是表解飛一下就好 就是天然橡膠 跟我們經由人工處理之後的結果 就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課堂練習